而日本这个礼拜国内终于出现了属于重量级作家对于日本行为的反省 这两位都是举世著名的 首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江建三郎 大江建三郎的谈话比村上春树来得更令人敬佩 那么我先为大家附述一下大江建三郎的谈话 大江建三郎是在9月28号 也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40周年 他在日本的国会正式召开记者招待会 和他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是当时吃了原子弹的长崎市的市长 他们了解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太大了 总共500多个人联署 大江建三郎的声明可以说非常的勇敢 他的声明如果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来讲 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可以说是得来让人家觉得受之不愧 那当然这三郎的说法说 日本应该认识反省自己过去侵略邻国的历史问题 在声明中里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 日本占领现在所争执的韩国的所谓主导 是日俄战争期间1905年的2月 当时韩国被日本殖民 外交权慢慢被剥夺 对韩国人民来讲 这是被侵略及殖民支配起点的象征 这一点日本人必须理解 日本怎么可以主张主岛是属于日本的 其次关于我们现在所争执的日本的间隔岛 也是台湾所说的钓鱼台的猎语 他说很清楚的 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 1895年的1月 他被日本纳入了领土 三个月后的马关条约中 台湾及澎湖列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不论是韩国或中国 也就是清朝 在当时都是最脆弱 不能行使外交主张之下被占领的 那么在大江建三郎的声明里头 他特别指出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 双方早就已经默认了 搁置领土的问题 但是东京都知事石原圣太郎宣布构道 野田政府在7月7号卢国桥事变当天宣布国有化方针 等于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忘记7月7号 日本可以侵略中国人的日子 大将军太郎严厉的批评日本政府 他说领土问题不论对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 都是调动神经的议题 权利者借这个地方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将建三郎的正式的声明 非常可悲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大将建三郎的原因 就是不是由我为大家念出来 可是我们找不到 并不是因为中天并没有购买NHK 而是NHK已经变成一个完全向右倾斜 封杀大将建三郎这种声明的电视台 过去我们所尊敬的NHK今天不复存在 那么大将建三郎他的声明稿 这一场在整个博会记者会上正式的声明稿 最后是由美联社所发出来的 韩国的报纸刊登 台湾的报纸刊登 只有在日本没有人听得见大将建三郎的声音 那么另外一个是很多人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 他如此形容现在日本政府的作为 他说只要有国境一定就会有领土问题 村上春树比喻说 那就像喝了烈酒以后 就是很差的品质的酒以后的宿醉 烈酒只要几杯下足就会醉 会让人脑筋混乱 会声音变大 行动变粗暴 理论逻辑变得单纯化 一直自我反复 但闹得轰轰骚动后 第二天一早醒过来 只留下了头痛 同样的村上春树 他的正式的文章 也没有被NHK或者是独卖新闻正式的刊出 你可以看出日本现在整体社会 他们甚至连新闻自由跟基本的平衡都完全不顾及 而且是全世界尊重的大媒体 就会说五 vez我还是独卖新闻的